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逼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隐秘的棋手柏林危机中的谍报交锋 二烟雾中的幻影朝鲜战争的背后故事 三星光背后的阴影奥运外交与冷战政治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隐秘的棋手柏林危机中的谍报交锋 当然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20世纪的冷战时期 那是一个间谍游戏 如同国际象棋般复杂精妙的年代 在这个充满了神秘与阴谋的舞台上 柏林危机无疑是一场大世纪的对决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谍报人员在这里 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隐秘棋局 想象一下 柏林这座城市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棋盘 东西方的谍报人员则是那些隐秘的棋手 他们穿梭于暗影之中 每一步棋都可能决定着冷战的走向 他们的武器不是枪炮 而是情报 轨迹和偶尔的一点幽默感 有趣的是 这些谍报人员有时候也会展现出他们的幽默感 比如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们 曾经使用过一种特殊的死亡信封 这种信封一旦被错误地打开 里面的化学物质会迅速将文件毁灭 想象一下 那些好奇的苏联间谍们打开信封时 那惊讶的表情 简直就像是看到了鬼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 美苏双方都曾经使用过动物作为间谍工具 美国的声纳猫计划 就是将猫身上植入监听设备 希望这些四角间谍 能够在苏联大使馆周围悄悄收集情报 然而 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因为猫咪们对于执行任务的兴趣 远不如对街上飞舞的蝴蝶 在柏林墙的阴影下 这些隐秘的棋手们进行着他们的对议 他们在地铁隧道中交换秘密文件 在咖啡馆里用暗号交谈 在夜色中跟踪目标 每一个微笑背后可能藏着密码 每一次握手都可能是交换情报的机会 而在这场谍报交锋中 最大的讽刺 莫过于双方都清楚对方在玩游戏 但却又都不得不参与其中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胜利者往往是那些最能掌握隐秘信息 最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行动的人 最终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也为这场长达数十年的谍报交锋 画上了句号 但是 那个时代的故事和谍报人员的传奇行为 至今仍然激发着我们对于隐秘世界的无尽想象 毕竟 正如某位不知名的间谍所说 在谍报世界里 只有两种人 快速学习的人和死去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烟雾中的幻影朝鲜战争的背后故事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充满了硝烟 阴谋和误解的话题 朝鲜战争 这场战争 有时候被称作被遗忘的战争 但是对于那些被它改变命运的人们来说 它是永远刻骨铭心的 好了 让我们穿上历史的潜水衣 潜入那个动荡的年代 看看烟雾中的幻影都有哪些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朝鲜战争发生在1950年至1953年 是冷战时期的一场代理战争 北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由苏联支持 而南朝鲜 大韩民国 则得到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 这场战争的起因 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 朝鲜半岛被分割成南北两个占领区的结果 好了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朝鲜半岛就像是那个 被父母强行分开的孪生兄弟 一个被送到了资本主义的寄宿学校 另一个则被送到了共产主义的军事学院 他们长大后 各自学到了不同的家庭价值 然后在家门口搭起来了 争夺谁才是真正的家族继承人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中的几个关键人物 北边的金日成 一个有着满腔革命热情的领导人 他可能在某个星期天的下午想了想 然后说 嘿 我要统一朝鲜半岛 而在南边 李承晚则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对着地图说 不 朝鲜半岛应该是我的 然后 就像两个顽固的邻居争夺花园边界一样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但是 别忘了 这场战争还有两个幕后大佬 美国和苏联 他们就像是那些 在孩子们的操场边上打赌的家长 互相竞争 看看谁的孩子会赢 美国说 我们的民主制度最棒 而苏联则回应 不 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未来 结果 朝鲜半岛成了他们较量的期盘 在这场战争中 有很多烟雾中的幻影 比如 美国一度以为 中国不会介入战争 但是当美军逼近鸭绿江时 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地跳了出来 给了美军一个惊喜 这就像是 你在玩中迷藏 以为找到了所有的人 突然从衣柜里跳出一个人 吓你一大跳 朝鲜战争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 它是第一场有着广泛电视报道的战争 这意味着 晚饭后的家庭 可以一边吃着苹果派 一边观看战场上的实时报道 想想看 这是多么的现代啊 最后 这场战争以停战协议 而非和平条约结束 这就意味着技术上来说 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这就像是两个争吵的邻居 虽然不再互相扔东西了 但仍然冷战着 偶尔还会互相瞪几眼 朝鲜战争的背后故事 复杂而又迷人 它不仅仅是军事冲突 更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是大国政治的象征 而在那些烟雾中的幻影背后 是数百万普通人的生活 被永远改变的现实 这就是历史 既有它的幽默 也有它的悲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光背后的阴影 奥运外交与冷战政治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段 充满了汗水 泪水 还有不少政治墨水的历史 奥运外交与冷战政治 这个话题 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有动作 有悬疑 还有那些不得不说的幕后黑手 首先 我们得回到那个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 互相瞪眼的年代 冷战时期 奥运会不仅仅是运动员 展示肌肉和速度的舞台 更成了两个阵营 展示意识形态肌肉的竞技场 这里的金牌不仅仅是金牌 它们是国家实力 和制度优越性的象征 让我们先来看看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那一年 匈牙利刚刚经历了一场 血腥的反苏起义 而在水球池里 匈牙利和苏联的队伍 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斩 比赛中 运动员们的拳头 比水花飞得还高 最后 泳池里的水都染红了 这场比赛 后来被称为血泊之战 直观地展示了体育赛事 背后的政治紧张 在跳到1968年的 墨西哥城奥运会 那里发生了著名的黑拳事件 两位美国黑人运动员 在领奖台上 举起了黑手套的拳头 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 这个动作虽然没有 直接和冷战关联 但它揭示了 即使是在自由世界的领袖 国家内部 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 然后是1980年的 莫斯科奥运会 美国因为苏联入侵 阿富汗而发起了抵制 结果 美国及其盟友国家 纷纷缺席 让这届奥运会 多少显得有些寂寞 苏联运动员 在许多项目中轻松夺金 但那些金牌似乎少了点光彩 因为最强的对手都没来 作为回应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苏联及其盟友又抵制了回来 这次是美国运动员 在家门口大放异彩 但同样的 没有苏联的参与 那些胜利 也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体育 这个看似纯粹的领域 也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 奥运会成了冷战的 另一个战场 只不过这里交战的武器 是跳远杆 牵球和游泳库 而奥林匹克精神 有时候就像是那个 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老师跳高垫 尽管它很重要 但在政治的大风大浪面前 它显得有些轻飘飘的 不过 幸运的是 随着冷战的结束 奥运会逐渐回归了它的本质 庆祝人类的体育成就和国际友谊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政治完全退出了体育 但至少 我们不太可能再看到 像冷战那样的全面政治干预了 毕竟 现在的我们更喜欢 在社交媒体上 看运动员们的搞笑短视频 而不是在新闻里 听他们被卷入国籍争端 嗯 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 一些关于柏林危机 朝鲜战争 以及奥运外交的历史故事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许多 有趣和令人意外的事情 在这些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谍报交锋 军事冲突 和政治较量交织在一起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 令人捧腹大笑 和深思熟虑的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 往往展现出一种幽默感 谍报人员 使用特殊的道具和动物 展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 奥运会成为冷战的战场 体现出超级大国之间的 政治较量 这些幽默的人素 使得历史更加丰富多彩 也让我们更加愿意 深入了解这些故事 然而 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的严肃性 这些故事背后 使数百万人的生活被改变 悲剧和痛苦 冷战时期的谍报交锋 朝鲜战争和奥运外交 都是大国政治的象征 背后隐藏着无辜人们的牺牲和付出 所以 我们在欣赏这些故事的同时 也要保持对历史的尊重和敬意 最后 我想鼓励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对这些历史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谍报交锋 冷战政治和奥运外交 有什么独特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讨 让历史的幽默和严肃 在我们的对话中继续闪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